2015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在美国休士顿落幕 曾经打破世界纪录的台湾举重女将许淑敬 不负众望交出了两金一银的好成绩 帮助中华队的总分排名爬升到第六名 顺利拿到2016年礼约奥运会的入场权 只见许淑敬步调沉稳走上赛场 深呼吸稍事调整蹲下握紧杠铃 奋力一举96公斤挑战成功 拿下抓举银牌站上颁奖台 中华台北会棋冉冉升起 许淑敬在这次比赛当中已停举125公斤 总和221公斤勇夺两枚金牌 也让中华代表队顺利打进2016年礼约奥运会 我们总登记如果在9名以内 就可以拿到满额4名的参赛权 所以我们这次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表现还算可以 台湾传统的电音三太子也应景地在台上 拿着道具杠铃 左举右举蹦蹦跳跳 好不热闹 原来是休斯顿当地侨团受到大会邀请 特别带来的文化交流表演 要让世界看到台湾独特优秀的民俗文化 那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很荣幸在这个活动里面 我们也提供了我们的节目 我们提供了三太子表演举重的节目 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比赛 除了让世界看到我们选手优秀的表现之外 也让世界看到我们台湾传统的优良的一个文化表演 带给大家欢乐 比赛现场坐满了来替许舒静加油的侨胞 而他也不负众望 交出亮眼成绩单 2016年礼约奥运会 期望他能够努力训练 再接再厉 继续为国争光 东森新闻李宗瑶唐梦为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